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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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酒店 警示的家伙好差的东西 哎 你好 我这太需要干啥 好 你帮你去坐下 然后是更加处理的 哦 好 这已经进房间了 看一下 这就是我未来要待14天的地方 这个房间总体来说还是挺干净的 有拖鞋 有独立的空调 下边只是一个停车场 我们是不允许走出这个门的 大家好 我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这么一个行程 我写在这里了 一会儿会给大家拍一下 今天是5月15号 我中午12点从家里出发 然后从1点钟过关开始 在香港这边口岸呢 没有什么问题 到深圳那边口岸就开始 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开始测体温 让我填报各种表格 然后还要通过手机去扫二维码 去申报我的各种信息 大概我记得是填报了四个表格 扫了三个二维码 接下来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边待满14天 然后才能解除隔离 希望这个时间过得快一点吧 本来过关的第一天就应该做核酸检测的 但是因为我入住时间比较晚了 已经是晚上6点钟 所以今天的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了 他们告诉我是明天早上做第一次核酸检测 在整个隔离期间呢 我要做三次 分别是第一天 第七天 还有第14天 做三次这样的核酸检测 来吧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